孩子才6个月 孩子反反复复发烧 已经两天了 一直都处于38度左右 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也就是说物理降温就行 但是已经物理降温 今天第三天了 实在是还是没有退烧 我决定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两天晚上我跟我妈都是 每天都是4点多 将至凌晨5点才睡 真的熬不住了 感觉就是心理跟精神 要崩溃了 我要是说这 大家又说觉得我矫情 说哪个女人不是这样子过来的 公婆又一直就是 电话 信息不停的发 孩子又一直不舒服 打电话过来 无非就是又是说回婆家 又是说我在娘家怎样 反正就是威逼利诱的 再加上孩子 心里特别担心 再加上孩子 我们都只会听手 是说你们不信不通 我们都不信不通 我们都风静了 优优牌 以前都会一样 有没有 原则 尴尬 你 又是小? 这么说 做个人 你 跟她 要给他抽一下血 看一下是感染 还是说是因为生牙 还是打预防针 这些都要排除一下 才能给他用药 变血没有问题 医生给开了点药 现在回去给孩子喂药 闻闻呀 人家男的 妹妹妹妹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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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